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2015年时,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考古中发现了84个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距今已有3300年,也就是中国商朝时期。 令人疑惑的是,这84个象形文字居然和甲骨文一致,考古学家用中国甲骨文解读时,能完全看懂这84个字的记载。 除此之外,玛雅文明遗址出土的其他象形文字也可以用甲骨文来解读,因此美国专家罗斯坎普宣称,这玛雅遗址的象形文字就是中国的甲骨文。 难道说,早在商朝时期,中国古人就发现并且开发了美洲吗? 史书记载木野之战后,商周王下属在外征战的十余万精锐部队后来却去向不明, 很有可能这十余万部队连同家眷以及奴隶经历九死一生,漂洋过海来到了美洲。 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是华人后裔的猜测,在学术界早已有知,这些在亚利桑那州发现的象形文字也属于中国古文字, 可能是中国探险家数千年前就曾到达北美洲并留下证据。 而且根据最新遗传学检测表明,印第安人的部分DNA与亚洲的中国人是相同的。 除了DNA的证据,随着各种左证旁证以及出土文物的出现, 美洲印第安人起源于中国的说法也越来越让人信服。 在1922年,中华民国驻智利大使欧阳庚看到公使馆房后栽种有T竹很奇怪, 因为T竹是产于中国福建等地的植物, 传说节其二节颇为两半即可成舟,欧阳庚看见大为奇怪, 便问其印第安仆人从何而来。 印第安仆人回答T竹是印第安人祖传的商药, 是3000年前霍斯王带来的,用于印第安人医师治疗外伤裸病。 更可用于针灸治疗内科百病,欧阳庚大为惊奇, 《汉古书神异经》就曾经记载T竹可治疗裸病, 而印第安人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更为巧合的是,前面所说的殷商之东征将士, 首领之一就叫优后席, 而他与印第安人传说中的霍斯王这么相近的发音, 仅仅是巧合吗? 在印第安人的传说中,也有很多他们自认为是中国后裔的传说, 比如美国康州印第安人的酋长朱棣, 贝尔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人, 他是中国人的后裔, 因为他的祖母一直就是这样告诉他的。 1983年北京大学邹恒教授到美洲讲学, 在会上一位当地的印第安人就亲切地对他说, 他们也是来自中国,而且是阴人。 邹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汉人或者唐人, 那印第安人告诉他,他们的祖上就一直这么传下来的。 出土文物也证明了美洲大陆曾经有过中国人的足迹, 1975年从加利福利亚海底捞出一个重达152公斤的时髦, 经过年代鉴定已有3000年的历史, 经过地质学家的鉴定, 该时髦的质地和中国台湾的辉言一样, 而在中国也曾经出土了同样造型的时髦。 另外,在印第安人的语言中, 很多发音都和中国话类似, 比如你,我, 他的发音与中国古语宁内衣非常相近, 比如管孩子也叫娃, 比如称呼人发音音, 还要把花称为发, 称河流为河等等, 看看现在印第安土著的照片, 你会认为他们和中国人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早期对印第安人的素描, 你觉得像商朝人吗? 看看照相术刚发明的时候拍摄的印第安人照片, 有没有觉得亲切? 认定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 这种看法在各国的历史学者以及考古学者中都不发欺人, 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 西方的一些学者就注意到了美洲大陆的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相似性, 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是因为早在两万年前亚洲人通过白令海峡到达了美洲, 因此发展出了玛雅文明, 也因此而和中国文明具有某些相似性, 印第安人祭台与殷商礼仪制度惊人的相似, 这些假设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美洲大陆一直没有发现类人猿的化石, 因此美洲文明必然是外部迁徙的人种所产生的, 后来才出现的殷商迁移说, 一个原因是最早认为玛雅文明崇拜蛇行神的习俗是来自于四千年前的中国商朝, 因为和商朝同气纪敏上的浮雕文士十分相似, 另一个原因是在前面所说的中国殷商的军队莫名消失以后, 而同一时期,中美洲和墨西哥却突然兴起了一种有着中国特征的奥尔梅克文化, 因此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力图证明美洲文明起源于中国, 1996年世界日报的报道, 以强有力的证据证实了因人到达了墨西哥, 在一个墨西哥出土的玉龟中, 中国北京的商代学术专家发现了有四个符号, 并证实了是甲骨文, 同时读出了这四个符号的大义使统治者和首领建立了亡国的基础, 而美国俄克拉玛中央州立大学的华人教授许辉同时也认为, 美洲文明之母奥尔梅克文明是源于中国的商代文明, 因此他在奥尔梅克文明的遗迹中共寻找到200多个玉龟, 带着其中的146个字母先后两次来中国请教中国古文字专家, 得到了明确的这些文字属于先秦古文字字体的鉴定答复, 因此很多学者都认定这种推论是成立的。 出版本а 出版本 嗯 公岑